derek 你好 是否在英國拍完 是呀 剛剛拍了一年 在那邊籌備拍攝一年 這次是一個怎樣的題材 是一個科眼小說改編 一本好出名的內地科眼小說改編 順不順利 都算順利 雖然Overtime 因為本來應該 今年年頭可以回來 但就拍到Summer才回來 那老婆有沒有說話給你 沒有 因為她都很替我開心可以做到這個工作 因為都很開心 可以參與到這本小說 的改編 的拍攝 所以真的很開心 會不會兩位好像很久沒有 會啊會啊 好像幾多久啊 差不多 那怎樣保持住 那沒辦法 都是這樣 Facetime 每天有報道 都真的想 會關心她做什麼 她又想知道我做什麼 正常的每天會Facetime Message 沒有什麼特別 是不是都有報道回民 是啊 因為我們結完婚之後 接著就開始疫情了 所以就一直都去不了 所以就拍完 回來之後 跟老婆去了意大利 嗯 玩得開 開心 開心 吃都 都胖了 去了多久 去了 一個半月 是的 那接下來呢 會不會有什麼工作 都會進行 現在其實 我剛剛 其實我們一直在進行 想開一間新的製造公司 就找了一班 我覺得很talented的 拍攝師 然後大家其實想做一些 無論是香港的也好 台灣的內地的故事也好 但是希望可以 達到國際的觀眾 所以現在一直這樣做的 這件事 即是你接下來都想到 電影界發展 會不會回來電視城 幫下爸爸做的 應該不會 因為 我們都幾 不想跟對方合作的 哈哈哈哈 不是 因為其實 因為跟家人合作 又太複雜了 我覺得 有太多複雜的東西 還有大家都想儘量避免 做自己的事 我們就來自你 來自做多複雜的東西